爸爸去哪儿的孩子长大了?女汉子变淑女,万众期待的他却长残。 2013年播出的《爸爸去哪儿》第一届到今年已经过去五年了,那么现在那些门娃们都过怎么样呢?都已经上小学了吧,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现在是不是越长越帅,越长越美了呢? 首先来看看王诗玲,当年的王诗玲才四岁,那时候超可爱的他,胖嘟嘟的惹人呆,而且干什么都慢悠悠的,一只行动缓慢的小胖子,真是越看越想笑,也为我们带来了很多快乐。 如今已经九岁的他,好像被妈妈养得越来越胖,真是有前任性啊,脸上早已退去了当年的可爱,留下的只有胖爱,本来长得挺好看的一个小女孩。 我还是觉得女孩应该苗条一点吧,还是希望李香为女儿着想,让她控制一下自己的体重,相比又是一个小小女神。 再说另一个女孩子,天亮的女儿,三滴,疯一样的女子,一刻都停不下来的她,每天都是活蹦乱跳的,身上有一种男孩子的性格,妥妥的女汉子,还开朗,一点公主病都没有,这样的女孩子真是很招人喜欢。 如今长大后的三滴,女汉子妙变淑女,真是婷婷玉丽,也从当年的那个莽撞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气质优雅的淑女啊,真是不得不佩服天亮家的金银啊,真是啊强大,全家都像从一个母子刻出来的。 在看着美丽的背影,简直就是一个女神一般的存在,长大后又是一个女神级的美女,期待哦,渐渐康康长大。 还有就是打哥哥石头,郭子瑞,小小年纪的她,就有这哥哥一般的稳重,懂事的她绝对是一个小小的男子和形象,是所有孩子的靠山,真是很有责任感的一个男孩子。 长大后的她,好像又胖了,身上的硬汉形象越来越明朗,长大后绝对是个型男,也会是一个暖男,从她身上看出了这个年纪不该有的稳重与成熟,越来越喜欢她了啊。 再有就是天天,作为超母张亮的儿子,当然是有别人没有的大长腿,和惊人的身高,活泼开朗的她,也会给我们带来无数欢乐,单纯的她,也非常懂事。 当时就特别喜欢她,她和张亮的相处方式也是让人羡慕。 如今长大后的她,这双大长腿这那是逆天啊!不得不佩服张亮的基因,而且越长越帅气呢!变成熟了,也长开了,祝愿她越来越帅,也期待以后看见变成男神的她。 最后一个可蜜,可能但是好多人是因为林志颖看的这个节目,小小的可蜜常得十分俊俏,颇有林志颖的风范,可以说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孩子了。 她也通过节目变得越来越坚强。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,所以大家对她的长相还是十分期待的,毕竟爸爸长得那么帅吧。 但是看照片,长大后的可蜜好像长残了,皮肤越来越黑,胖嘟嘟的小脸没了,长瘦了,总之是长残了,很让粉丝失望啊。 万众期待的她也长残了。